那大家看一下这组视频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极具动感 那你觉得这个动感主要来源于哪呢 那我们之所以原来的视频生成的比较平 是因为你对镜头控制没有做得特别的到位 所以说在这些视频里边 我们加入了非常棒的镜头控制的内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叫做U内3C 是一种虚拟的3D摄像机的控制技术 其实说它是一种摄像机的控制技术 还不是说特别的全面 它本身是既有相机的控制 也有动作的控制 我们在后边的工作流里边 会详细的给大家来说一下 那U内3C其实最核心的模块叫做PCD 是一个相机控制的模块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人类动作的这种模块 所以说它最好的是用在人类的这种视频上面 那这里边有很多的例子 我们就不一个一个的去看了 那如果你要想在Confi UI里边去使用这个技术的话 我们依然会用到K神的扩展 依然是基于万模型的一个基础的实现 那我们会看到关于这个模型的能力 其实整个的复现还是比较棒的 那么大家在使用这个的时候 首先要把这个更新到最新版 大家注意啊 在这个实力工作流里边 其实我们看不到关于U内3C的工作流 比方你去搜一下 并没有这样的工作流 所以说呢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构建一个 那同样呢我们需要下载一个模型 这个呢依然是在K神在包包脸的这个模型列表里边 我们可以找到U内3C ControlNet 大家注意啊 它是个控制网络 那如果你想用它的话呢 需要把这个模型下载下来 然后放到你的CounterNet目录里边就可以了 一旦上面两个工作做完之后呢 下边就可以使用这个技术了 好 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具体的使用方法 那我在RendingHub上呢 给大家构建了对应的工作流 大家可以通过RendingHub.AI来访问这个平台 那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大家呢回头可以在平台上搜一下 有趣的80后程序员 然后在我发布的工作流里边 会找到我们今天所有的实力工作流 那另外呢 我会在视频的评论区啊 那放上我的这个专属链接 那大家通过我这个链接去注册RendingHub的话呢 会有这个1000点的粉丝福利啊 那另外呢每天的登录呢 还有它的帧数 那这个呢是一个数据处理的部分 我们需要让一个图片动起来啊 所以说呢大家需要做一些基础的处理 那这有一个参考图片 然后呢我们把它去size一下 那这个宽高呢 当然是靠我们的配置向来进行配置 完了之后呢 大家注意啊 我这有一个 one video image to video encode 会把一个图片给它转成一个嵌入式向量啊 会用到我们的VE 然后呢也会用到我们的start image 我们把它存起来 另外你要注意就是真顺着啊 这我们不能写死啊 虽然我这写的是81帧 但是真正的呢 不能说一定是81帧 为什么 因为你这还有一个控制视频 那我们先看一下控制视频 控制视频的长度 其实呢和这81帧最小的那个 才是真正的说它能有多大 是吧 所以说你要注意啊 我在这呢会要求取81帧出来 但是呢也有可能它不够81帧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size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预览一下 并且呢把它存成叫control video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control video 给它取过来 那这里边有可能是81啊 也有可能不够啊 这个没关系 然后呢我们取它真正的这个 有多少帧 然后传到这来 这是真正的这个帧长度 所以说呢不要直接连啊 这个可能会有问题 对吧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模型加载的部分 模型加载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这同样是加载了 Y2.1HV14B的模型啊 我这用的是480P的 另外的话呢就是我这儿帧比较长嘛 所以说开启了Block Swipe技术啊 我这加入了一个加速模型 就是我们说的Self-Falcing 有人说用ACCVID 我觉得Self-Falcing的效果比较 ACCVID要好很多 所以说我这儿用的还是Self-Falcing 完了之后呢 我们的编码器和我们的Ve 这就是我们模型的三组件 好下边我们看一下Uni3C的部分 Uni3C的部分呢 我们这儿会加入一个ControlNet 这儿我们也提到了啊 这个ControlNet就是我们刚才下载的那个 完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控制视频 进行一个浅空间的编码 得到一个Samples 然后呢 再用到新的一个节点 叫OneVideoUni3C InBite 把它根据我们的控制网络 加上我们的参考视频 生成一个Uni3C的嵌入式项料 这个采样的时候可以用 大家看一下会连到这儿 然后这个地方 那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 i2v的这个采样过程了 首先呢 我们把我们的参考图片拿过来 放到Image InBite子里边 然后呢 我们这儿有一个这个文本的编码器 所以说会放到TextInBite子里边 然后由于我这儿用了加速模型啊 所以说不是我只用了Bubble CFJ呢 用了1.0 然后Shift呢 用了5.0 其他的加速的组件呢 我也没有加 然后呢 我们开始生成的效果啊 这个呢 你得对比着参考视频来看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明显有一个叫镜头拉近的一个效果 能看到镜头放大啊 我们叫ZoomIn 然后你看一下生成的这个 它也会有一个明显镜头拉近的一个效果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使用方法了啊 所以说呢 其实是用这个啊 它的一个相机运动来控制什么 这个最终的一个效果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例子啊 第二个例子呢 其实是我们换了一个视频 大家看这个视频呢 其实是有一个 镜头从下到上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生成的效果 这个就感觉呢 就是不是那么的明显啊 其实你去看一下这个镜头的动作 它是比较像的啊 我们把它SYC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好像镜头的控制呢 就不是特别的到位 这个你要注意啊 就是在镜头控制里边的话 左右会好一点 上下呢 不管哪个模型处理的都不是特别的好 如果你能找到两个非常相似的场景 那你这个效果会得到一个极大化的展示 我们来看一下下注这个 这儿我有一张图片啊 这张图片呢 是一个女孩做的滑板 这个滑板呢 后边搭载着一个动力强大的一个喷气式的发动机 当然我指的是它能飞起来 提示词我啥也没写啊 顺便说一下 我前面这个提示词都没有啊 都是空的 然后呢 你要注意这个参考视频是这个东西 是个男孩呢 在这个云里边这样去漂流 这两个场景呢 就非常的像 镜头的控制呢 也非常的到位 你会发现啊 最终生成的效果就非常的漂亮 看一下 整个的这个动作 镜头的控制都非常的丝滑 对吧 好 到这儿呢 我们算一个阶段啊 那有人可能说了啊 说 那我基本上也明白了 说这个工作流的质量好坏呢 要取决于啊 这个驱动视频啊 就是我们说的Ctrl Video 它的一个质量 但是大家可能并没有能力 找到这么多的这个质量 比较好的运镜的视频来作为参考啊 那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呢 哎 这个还真有啊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工作流啊 这个呢 就不用你去找控制视频了啊 你看这个视频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这个3D的箱子啊 它这样转起来 能看到吗 那我们得到的效果呢 大家看一下啊 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只能说节奏跟这个很像 这个我们待会会去优化它 你不用去管啊 我们现在就说啊 这个东西是咋生成的 这个肯定不是下载的啊 这个我告诉你一个生成运镜参考视频 最好的方法 而且你做这种简单运镜参考啊 就是这个方法呢 比你找的那种参考视频会更加的有效果 那这个怎么去做呢 大家看一下这儿有一个组件啊 这个组件呢 也是新加的啊 还在贝塔版啊 是Compify自带的啊 它叫什么呢 叫Loud3D啊 就是我们加载3D模型 那我从头给大家演示一遍 这个怎么去做啊 这个我没有在RendingHub上去演示 因为RendingHub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会突然的变大变小 不太稳定啊 虽然这个节点也有 所以说我在本地给大家演示啊 大家注意到我们加载这个节点 我们叫做Loud3D 然后呢 我们上传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 你从网上下一个这个箱子的就行啊 然后呢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做一个基本的调节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小视图给它关掉 就点这个眼啊 把它关掉 然后呢 我们把模型的稍微调整一下 因为这样去看的话 其实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 所以说呢 我们把这个视图给它切一下 切到Model视图 然后呢 我们切到Model视图之后 你注意啊 下面这个选项就变了 那我们可以选一下这个材质的类型 那展示这个模型呢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你可以带材质 也可以不带 比方你可以用这种法线图去展示啊 也可以是原来的啊 然后呢 也可以是 哎 叫做Vire 就是这个叫什么网格 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比较不错的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拿到了一个什么 一个这样的3D模型 那你需要去模拟一个镜头的话 很简单 比方你要模拟放大 你可以这样去做 是吧 你要模拟旋转啊 你可以这样去做 你要模拟更复杂的旋转啊 你可以这样去做 但是你说我既想模拟放大 也想模拟旋转 这可能就比较复杂啊 所以说我们只能说它做单一镜头控制是比较有效的啊 那这个东西怎么去生成视频呢 很简单 这有一个摄像机 大家看一下啊 你可以录制一个 比方说呢 我们这儿 大家录制一个啊 录制一个旋转的 这样吧 好 点一下啊 然后我们这样 旋转啊 然后 结束 然后点下载 你可以发现 你会生成一个三秒的视频 把这个三秒的视频传到这个地方 就可以作为我们这个什么 来驱动视频了 大家看这个效果一般 是吧 那所以说我们就想办法让它变得更好 那怎么让它变得更好呢 好 第一个呢 就是对这个工作流呢 做一个改进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现在我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工作流叫 极简加速工作流 但是这个工作流呢 是不到位的 下面我们看这个工作流怎么去改进一下 我们先看改进的效果啊 它明显有了转身的这个动作 提示词呢 我依然是没有的 那有人说 你都驱动视频变了吗 没有 还是这个 但是它明显有了旋转的这个动作 结合上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那个理论 它控制上下可能不好控制 所以说呢 左右的效果会比较明显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怎么去改的呢 主要在这儿啊 看这儿 原来我们是只有一个start image 现在我多了一个什么 叫clip in byte 就多了一个嵌入式的向量 这个嵌入式向量怎么来的 我们是通过这个给它生成的 叫one video clip vision in code 那这个呢 其实是需要我们有一个视觉编码 把我们这个参考图片进行一次编码 得到一个image in code 然后我们把它连到什么 clip in code 那你对比之前的 之前呢 就只有一个start image 这儿没有连的 所以说呢 你想让它对动作 有更加精确的控制的话呢 应该加上这一项 这个才是这个工作流 完整的一个表现形式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旋转的一个效果 给它什么 完全的表现出来了 是吧 当然呢 你可以加上提示词 看一下 依然是这个 那我们把它加上了一段提示词 叫做girl is dancing 就是女孩正在跳舞 你会发现 这个女孩跳舞和她旋转的动作 跟这个镜头的旋转呢 就非常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讲到这儿的话呢 其实我们把Uni3C 你需要掌握的所有的技术 其实都说完了 我觉得是既有应用 也有深度 大家呢 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